咱们这段时间呢 好多朋友啊 就是说这个番茄啊 蓬果比较畅 就蓬不起来果 那么大大的影响 那么咱们这个一个产量 咱们很多的朋友啊 把这个问题啊 实际上是归结到这个 缺水少肥这个话题上了 实际上啊 跟这个有少量的一个关系 但是并不完全是缺水 缺水 那么这期我们就教一个 咱们朋友们怎么样去蓬果 第一个呢就是说 咱们在平常啊 就是打药的一个过程中啊 实际上呢是去可以去使用 比如说加入这个 一些这个赤梅酸啊 或者是赛本龙啊 这样的一些物质的 您比如像赤梅酸呢 一般我们就是一个纵向 一个细胞的一个拉伸 对不对 而这个赛本龙啊 主要是一个横向的一个细胞的一个拉伸 那么赛本龙一般建议啊 咱们朋友们可以使用到4毫升 这个赤梅酸如果是高浓度的 建议可以使用到5毫升 一桶水这样的一个量 一般呢就是说咱们这个 范茄呢在蓬果的一个过程中啊 去使用这个效果呢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 当然了啊我们同时呢 也要配合这个湿肥和浇水一块用啊 您比如咱们在蓬果的一个过程中啊 咱们就可以去使用这个高甲肥了啊 不管您采用的是低度蓬果肥还是高度蓬果肥 这个时间都要配合这个肥料一块去用 那么比如说可以去使用20-10-30 这个低度的蓬果肥 或者是13-4-40啊 这样的一个高度蓬果肥 那么这些配方都可以去采用 谢谢大家